我問你喔,現在後面的可西遊民宿 當時可西遊民宿的園主怎麼樣跟您聯絡上的? 呃,是我聯絡他的 是你聯絡他的 所以我們剛剛聽到後面有一座山 原本都是依座那個森林嘛 那當您接觸它的時候是已經把這座山砍成一片的... 呃,這座山的坡地 是 把它恢復成60年以前的正常的梯田 水梯田 那這棵樹好像是他們之前好像很多的... 很多的蜂香樹 但是坦能設下沒幾棵 這棵樹是您把它救回來 那這個救回來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比較讓我們知道的故事? 這棵樹是 原本政府鼓勵民間少林 所以他們在自己的地上 把它重新種植的蜂香樹 所以是現在的農場的男主人 還有他爸爸親手 現在農場的主人 他當時只有十一二歲 他爸爸帶著他親手種嘛 這邊一整片的蜂香 那這是當初親手種的之一 那然後是前幾年告訴我 順手告訴我說 他想要把這車砍 然後是砍了要種香菇 給客人增加一些參與的活動內容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跟他說 請稍等一下 那我們就 隔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來這邊辦禮攀樹活動 那讓他知道說 樹不用砍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 也可以賺取現金 因為原本的方法是 砍掉之後 種香菇 如果香菇能長的話 再換現金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這棵樹沒有砍 我會這也可以產生現金 從那之後我們才鋪上 才開始搭建 我們現在 焦地球站的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就是為了 這個攀樹活動 為搭建 所以目前我有看過 你記憶空間有滿 好